大家好,我是佩晨 欢迎收看小宝贝大世界 最近新冠疫情很严重 到处都可以看到捐血车 新闻上面也说呼吁大家要捐血 可是为什么捐血不会影响到健康呢? 如果吸血量不超过总血量的10% 人体就能够通过神经和体液的调节 让血液肿量很快恢复 不会出现明显的心血管的功能障碍 还是其他的不良后果 对于一个正常的成人来说 每次捐血200毫升 仅占了血液肿量的4%跟5% 人体完全可以调节 不会影响健康哦 哦,我懂了,要是这样啊 大家也要赶紧准洗笑口 来捐血吧 我也要回家问问看 家人有没有就要捐血 小宝贝 大世界 我们下次再见